《狼人區別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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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狼人區別客氣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狼人區別客氣 喜歡我們可以點擊關注 每週五晚我們準點 會跟大家見面的 大家好 那麼今天我們的十位選手 我經過這大概兩個多月的 這樣的一個錘練 我相信他們已經從新手 慢慢慢慢地成長起來了 大家也是一路看著他們 還是一個選手 還是嗎 接下來的時間 讓我們從一號一起來 認識一下他們 首先是我們的一號 大家好 我是來自一安中學 六一班的林佳浩 歡迎 歡迎 首先 大家好 接下來是我們二號 大家好 我是來自一安音樂社的池衣 同樣是歡迎你了 接下來是我們的三號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封小狗 就跟大家見面了 記得吃藥 四號 我們的四號 大家好 我是奧哲導 是個不倒翁了 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五號 八號是方桑瑞 歡迎你 歡迎 歡迎 七號 七號 肚記 接下來是我們的六號 大家好 我是河洛洛 歡迎 那我們一起 他七號的時候 我們一起好不好 好 接下來是七號 歡迎 李莫 大家好 我叫李莫 大家好 我來自一安音樂社 今天還是跟上一期的一樣 我們要Carrie現場 歡迎 歡迎 接下來是我們的八號 我是八號 真的是從來沒有拿過 遊戲王的孫一航 歡迎 什麼呢 大家都中足了嗎 接下來是我們最後兩個了 春哥學隊隊了 大家好 我是一個遊戲王 都沒拿過的孫一航的隔壁 大表哥 歡迎 好了 好了 十號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來自一安同學六一班的李子勳 大家好 其實從上個星期開始 我相信我們的粉絲朋友 應該是非常開心的 一安電台的一安說晚安 然後還有我們的品讀會 還有我們的狼人超級Q 還有我們的一安放學後 我相信大家對我們這個 大家的表現 你們滿意嗎 如果滿意就關注我們 你待他們說了 滿意 那接下來的時間 如果你是第一次走進我們 通過一個短片 簡單的了解一下狼人殺比賽的遊戲規則 請看VCR 狼人殺的規則很簡單 選手根據自己的身份牌 分為民和狼兩個陣營 狼人每晚可以殺死一個村民 等到把所有村民或神民都殺死了 狼人就獲勝了 村民是好人 所以晚上不能殺人 只能在白天大家舉手表決 找出狼人並處死 殺死所有狼人 村民就獲勝了 為了彌補村民不能殺人的遺憾 他們中間有一些有特異功能的神明 女巫 在城區中分別有一次機會 可以殺死和救活一個人 機會寶貴 千萬別救錯咯 獵人 獵人平時跟普通村民沒啥區別 但是當他死的時候 可以開槍殺死一個指定的人 這正是死也要拖一個墊背的 寓言家 這個就厲害了 寓言家每晚可以驗證一個人 是狼還是民 當然驗出來以後 別人是不是相信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最後還需要隆重介紹一個重要身份 就是警長 之前不管你是民是狼 都是天注定 但這個身份就不同了 大家可以自由爭取 用自己的美貌智慧與才華 讓大家都選你做警長吧 這樣你不但可以決定發言順序 最後還比其他人多出半個投票權 是不是很厲害很逆天呢 可是注意千萬不要讓狼當上了警長 不然很容易就全村死光光了 以上就是狼人殺的基本規則 怎麼樣 是不是簡單明了又很刺激 歡迎大家回來 這裡是狼人屈服屈 那麼剛剛通過短編 你也知道了 我們會有分別有五百兩 三百兩百 這樣現金等值的熊貓幣送給你 同時呢我們還有這樣的一副 原裝進口的耳機也會送給你 這一款耳機呢 是我們這個義安醫院社成員 同款的 希望這份幸運 和我們的祝福能送到你的身邊 那接下來呢我們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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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具小哥 對 這個方向瑞當主持人說得非常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Cue到 我們可愛的道具小哥 送上我們這一期的身份 大地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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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我們每一次有三句優勢 睡覺吧 第一集呢是一個上帝視角 那麼也算是個小小的預熱了 是 大家可以通過我們這個 上帝視角看一下 他們的套路是怎麼樣的 那接下來的時間 三秒鐘的時間 我們一起來看一看自己的身份 確認好之後告訴我啊 好 三 二 一 一 天黑請閉眼 都確認好自己的身份了嗎 完登了 那我們的遊戲正式開始 天黑請閉眼 狼人 請確定你們要攻擊的對象 狼人 請確定你們要攻擊的對象 電視角 狼人 請確定你們要攻擊的對象 狼人 請閉眼 喻言家 請睜眼 喻言家 請睜人 喻言家 昨晚你睜的人是 女巫 請睜眼 女巫 昨晚死的事 使用解藥嗎 使用毒藥嗎 女巫 請閉眼 獵人 請睜眼 獵人 請閉眼 天亮 那麼緊接著我們進入警長競選環節 首先要上警的小夥伴 據首時已告訴我 1號 2號 5號 8號 那麼我們從8號開始發言 8號這裡是一張平民牌 然後表明身份 然後不怕燕 不怕退水 好 接下來5號 我嗎 我這裡是怨家牌 我昨天用的是她 這個6號 她是個茶沙牌 我先給大家說一下 我怕等一下有狼人自爆了 她是一張茶沙6號牌 我是狼人牌 不是 我是怨家 她是狼人牌 放了發言 不是 她是狼人牌 我是怨家 然後這一局的話 沒有狼人自爆的話 你們可以把警長給我 然後後面如果汗跳的話 肯定就是狼人 好 過 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2號 2號 2號這裡才真正的怨家 5號你剛才已經聊包了 我昨晚查 她的4號 4號是茶沙白 然後我準備請虧劉氏 先驗一下我旁邊這位1號 過 發言完畢嗎 好 1號 好 我說一下啊 這局我是不是太厲害的 覺得就是持槍上崗 一個獵人 狼人要說我不怕狼人 狼人跟我互相傷害啊 反而我不怕 就這樣 過 好的 沒有上鏡的小夥伴 考慮3秒之後告訴我 這枚警徽 你要交到誰的手上 3 2 1 恭喜我們的5號獲得警長 那接下來的時間呢 我會告訴大家 昨天第一頁 我們4號玩家離開遊戲 請就趕緊張 有什麼遺言要說的 現在場面上已經出來1匹狼了 2號1匹狼 我這裡聰明牌 5號珍與人家 然後6號晚上禮物讀掉 今天把2號讀出去 然後還剩下一匹狼慢慢找 就這樣 過 好的 那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遊戲繼續 天黑 投票 哦 投票 對對對 投票 發言 因為剛剛那個 還是個法官大當了呀 發言還沒發呢 我想就是說彈幕應該是 好吧 我不管這些 好了 警長 現在我們來確定一下 我們的這個發言的順序了 是4號展一文的左邊還是右邊 從右邊 我想聽一下6號玩家的發言 場面過來 好 那我們就去3號 左右 是在那邊啊 對 對 對啊 你死了是吧 左邊 左邊 你在上線嗎 在上線 好好好 好的 3號 不改了對不對 好的 那 就是 它是一張死人牌 你查殺它 那你的意思是說 它是一張自刀狼 對吧 對吧 收益在哪裡呢 你這個人太壞了呀 池義這個孩子 把人家給刀了 又給人家發個查殺 鞭屍啊 你這個人 數字真差唷 沒關係 對吧 我相信你這一輪 我不出你 我出6號 我們出查殺好不好 我們先把這個5號的查殺給出掉 有查殺走查 然後女巫獨這張2號牌 好吧 因為本來我覺得就是我投5號的時候 還有點忐忑 因為我覺得2號敢發一個景下的一個查殺牌 對吧 還膽子特別大 真的膽子特別大 應該是個真語言家 但是我看這個4號的反應就是 有點就是 哇 這人竟然敢發我一個查殺 那我知道了 那5號是語言家 我就看了 展英文的表情 展英文就表現得很就是很淡定 就說你給我這個查殺 那我清楚了 對吧 我本來不清楚誰是真語言家假語言家 那我清楚了 那我覺得以 畢竟他是一個出局的人嘛 對吧 一個死人的遺言是要尊重的 那我覺得今天先出6 然後晚上女巫獨二就可以了 我這裡是一張平民牌 好不好 就是繼續掰 你繼續掰 大家都是演員嘛 大家一起演嘛 對不對 那我這裡是一張平民牌 過了 好 2號玩家 好這裡真的是讓願家 不要聽這個5號和4號這個話說 還有3號這個不要亂等 我說了4號是查殺牌嗎 我給了他 誰知道他還會死呢 對吧 我怎麼知道他還會死呢對吧 我怎麼就知道他還會死呢對吧 我現在確定懷疑345 他們有可能是三皮籃 我說警惠流是要咽下這個1號 可是就沒有給我警惠我真是 所以要給我5號這個籃 我知道了 過了 好 1號 我說一下我是相信5號的 他你剛剛說話底氣都不足的 然後我現在懷疑的是 懷疑的是2號4號和6號三皮狼 因為他如果2號敢說4號是查殺牌的話 那我懷疑他們一夥4號本來要自刀 自刀了之後2號說4號是狼人怕什麼呢 反正都要死了呢怕什麼呢 6號是5號一元加猜中了一個 所以我感覺6號是一皮狼 我們今天全票投6吧 好就這樣過 好10號玩家 我這個這一張是一張平民 然後然後是2號現在是肯定其實一皮狼 大家都知道了 還有我是站5號這個編的 5號這是真語言家 昨天晚上驗的是6號 6號肯定是狼 然後呢還有一皮狼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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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 好的 我們的9號 9號玩家發言 9號玩家這輪也是站5號編的 而且就5號方香蕊他特別可愛 而且他就肯定是一個真的語言家 他剛才特別著急 他也害怕就是狼爆掉他的警惠流 而且他最可愛的一句話就是 我是一皮狼 就是狼是不會這樣的 所以說他肯定是一個真的冤家 然後而且4號 如果4號是自刀的話 完全沒有收益 你查殺了一個好人牌 倒在第一天夜裡且不上警 那你必是一皮狼 6號是被5號真冤家查殺的一皮狼 所以說就按順序走就行了 我覺得這輪初六晚上女巫 直接把2號堵了遊戲結束 這把很好 過 8號玩家發揚 從刀型上來看的話 刀4號的話我覺得 如果會刀4號的人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 要麼就是 如果先撇開身份不管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5號 然後6號 5號 6號 7號 但是5號說他是真的冤家 然後6號殺的查殺 那麼6號是狼人沒錯 然後我建議這個冤家 今天晚上要驗一下 這個7號吧 然後我8號這裡 肯定是一張聰明牌 不用管我 我這個不怕驗不怕推 好 過 好 接下來我們的7號 交 好了 這個很明顯 前面這麼多人都發言了 6號肯定得跳出去 然後晚上讀2號 但是我覺得 女巫多少前提是 你要保證5號不會被 她狼人刀 所以你們女巫 女巫注意了 一定要在5號沒有被殺死的時候 把2號給投了 要麼 這樣的話 我們其實吃可以 在下一輪的時候 把2號給投出去的話 像女巫她可以節省一品 就那個藥水的 對吧 所以6號查殺牌 看你怎麼掰了 我覺得你已經崩了吧 發言完畢 好 4號 6號 這樣說吧 你們這一輪都是想投我6號是吧 好 那沒事你們可以投 假如我出一個名死一個狼4號 我覺得4號是4當狼 死一個狼我覺得名還是值得的 就是一換一狼吧 對吧 可以 到5號 可以 過 好 發言完畢 院長 我感覺我每次當院長 就是整一局遊戲就會結束得很快 而且運氣也挺好的 第一晚就查了一個狼 然後跟我憨跳的又沒有底氣 演技又不行 然後兩匹狼就已經出來了 然後今天晚上就 一直查著走 然後查著走 好吧 好 過了 好的 那麼發言完畢之後呢 誰是你心目中的狼人 舉手示意告訴我 倒計時三秒鐘 三 二 一 第二號玩家 離開遊戲 請滅掉燈 有什麼要說的嗎 沒什麼 好的 那我們的遊戲繼續 天黑 請 狼人 請睜眼 狼人 請選擇你們要 攻擊的對象 狼人 請確認你們要攻擊的對象 狼人 請閉眼 Wellness 哪個水 裏 預言家 請睜眼 裏言家 請睜眼 很 Dark 裏言家 請睜眼 裏言家 請睜眼 部屋 請睜眼 żsXXX 今晚死的是 使用解药吗 使用毒药吗 女巫请闭眼 天亮 经过昨天一晚平安夜 接下来由警长确定发言顺序 你的左边还是右边开始发言 从我的右边 好 三号玩家 出二 出二号嘛 对吧 出二号 然后你让我从右边发言 那你昨天晚上验的一号牌 如果是一张精髓的话 你应该让那边发言 因为那边人多一点 它是你的精髓 你应该可以让它分析一下 但是你让它先发言 可能是一个茶沙牌 那么如果是一张茶沙牌的话 那一二六三郎早期 如果是一张精髓牌的话 我向你推荐的是这张 这张九号牌吧 九号牌可以验一下 好不好 当然你不想验九号牌的话 可以验一下这张八号牌 八九当中你选一个人验 我先帮你留一个 先验八 因为你还活着 你还活着的话 你就先验八 然后今天晚上先验八 我帮你留个警惠留 免得他现在自爆 然后你第二天 无法告诉我们什么信息 好吧 如果八号是个好人的话 你就可以把警惠给他 是个狼人的话 你就给前面你验的好人 如果你验的一号是好人 就给他 如果八号也是狼 一号也是狼 你没有来得及发言 那你就把警惠撕掉 我们就知道 一号是个什么身份了 对吧 这是我的发言 当然 如果一号是个狼的话 那我后面的都不需要发了 因为一二六三郎早期 OK吧 我信你 我信你 今天先出二 过了 发言完毕 好 二号 你们要出我的话 我掰也掰不回来了 对吧 我先过 好 一号玩家 昨天预言家查的是我是吧 应该是上集说的是要查我 我肯定是个好人 我之前都说过 我是一个恋人 这次出二号吧 就全票出二吧 就全票出二吧 好 好 接下来 十号玩家 这一次全票出二号 然后那昨天晚上肯定是五号死了 啊 不说平安 昨天晚上肯定是五号死了 然后那女巫也给他救起来了 然后那女巫也给他救起来了 是吗 嗯 反正还有一匹狼 应该还有一匹狼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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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号感觉 跟他一直在看那个 看那个东西他就这样子 他就在玩这个 发音完毕 好 9号玩家 我觉得二号是已经认狼了吗 就是可以出了 我觉得最后一匹狼 应该在七八里面吧 一会儿你俩好好聊 你俩里面可能有一个狼位 然后我这里是一张名 我不求验好吧 但你验我一下也可以 因为你验到我是好人的话 那他俩里面还是有一匹狼 对吧 但我不求验 但到你发言的时候 你交代好你验谁就好了 然后下一轮你看你警徽怎么给 就是如果说刚才你验的一号是好人的话 如果你下一轮能验到一匹狼 你把警徽给一 如果你验到那个是好人 你就把警徽给那个人 那另外一个就是狼了 好吧 好 好 那么昨天晚上呢 我们是一个平安夜 那么二号自爆 我们直接进入天黑模式 天黑一匹闭眼 狼人请选择 只要攻击的对象 请选择你要攻击的对象 请确认你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请闭眼 寓言家请睁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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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夜 是 扑言家 寓言家请闭眼 鸡家 请睁眼 教掩 前唄 后来 寓言家请闭眼 小狼人请省眼 纳尾 先 这样吧 经过昨天一晚 我们的一号玩家离开游戏 可以发动机场吗 可以 好 我发动机场 我要带走 我把八号带走吧 好 八号玩家 灭掉你的灯 你有什么想说的 我有遗言吗 没有遗言 没有遗言 夜里的猎人 它是倒在夜里的 对 夜里的猎人带走 夜里的猎人把你带走了 所以说你没有遗言 非常遗憾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的 由警长来选择一下 发言的顺序 是你的左边还是右边 因为现在有两个人死去了 四双 六边 六边吧 好 三号 你是摆明了 不想让我给你分析 那就是一号牌为什么要带八号牌呢 就是你要记住 五号牌验了八号牌 我们给五号牌留的警徽是验八 对吧 他验了八号牌 八号牌如果是张狼 待会他也会告诉我们 这是个狼 是不是 那你外自卫随便带一个 是不是就可以排出一个坑位 但是你却带了可能 有可能是预言加燕的人 而且到现在为止的话没有结束 那他一定是个好人 那么狼出在七九十里面 那二号玩家自爆的点呢 是在九号玩家发言的时候 在我看来的话 九号跟十号应该是出一匹狼的 一般来说狼人会选择 在自己狼队友聊天的时候自爆 那你九号在我这里嫌疑要大一点 但是刚才十号牌呢 在上一轮聊天有点刺耳 就是感觉像是已经爆狼了 就是十号牌知道 就是告诉我们 昨天应该是五号死了 然后被女巫救起来了 对吧 大家可以通过分析来知道 有可能是五号死了 救起来了 但是你却是暂听解铁地说 就是应该是 就就是五号死了 然后跟我们解释 被你救起来了 对吧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 那儿有那么傻吗 九号十号都有问题 好吧 九号十号都有问题 那你要是验到一张狼人牌 那我们就直接结束 好吧 你要是没验到狼人牌 都是好人牌的话 那你就拍拍坑 如果你验过九号 那你可以从七十里面处 就差不多 我这里是一张好人牌 我全程站你的边 过了 好的 接下来是我们的十号了 应该是 我觉得你三号很奇怪 你天天就绕着 然后仗着你那些 就是怎么讲的 就是玩得多 然后就把别人给带偏了 然后就把我这个好人 叫给票走了 所以有可能是狼人 发言完毕吗 发言 完了 好 九号玩家 九号玩家发言 九号玩家这里是一张名牌 我不知道一号 一号你说了挺多 但你没说你是什么身份 但我觉得你身份 在我看来是做好的好吧 那我现在觉得就是狗哥 你在我这身份也是做好 因为我觉得 如果你是一张倒勾狼 你不可能就是 勾得这么严重 所以你肯定就全程 站在好人边 我也是全程站在好人边的 然后我也认你是个好身份 就是一会儿 你七号发言的时候 如果你说你是女巫 可能 可能我的票 不会挂在你身上 不然你怎么发言 我这一轮 我在看清自己底牌 情况下 我必然挂你七号票好吧 除非你起来站起来说 我是女巫 让你讲一下 你的心路历程好吧 可以了 九号过了 好 接下来我们的七号玩家 好 对 我就是女巫 第一天晚上没有救人 这种女巫做法 是不是只有我林默 能够做出来 然后第二天晚上 我救了五号 因为我当时 我已经赌定了五号 是一个预言家 所以我第二天晚上 我救了五号 但是十号 他为什么这么赌定 五号才晚上被杀了 被我给救起来了 说明十号 他知道刀刑 他杀的是五号 所以我就这一局 票十吧 票十就能够赢了 就这么说了吧 好 发音完毕 对啊 好 请找 然后就是第一局 验的是一匹狼 然后第二次 我要说我要验一号 但是当时我没有选择验一号 我选择是验的九号 九号是一个好人排 然后我选择 从这边发言的顺序 然后就是看一下一号 底气怎么样 他说他自己是好人 这样就排出了两个好人 然后昨天验了十号 没错 十号就是个茶沙 然后投了就赢了 对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投票环节 你心目中那个狼人是谁 举手示意三秒之后告诉我 三 二 一 好 十号玩家离开游戏 请灭掉你的灯 接着十号玩家的离开 我们这局游戏也结束了 恭喜我们的平民和神明阵营获胜 我看来我这个地方没有人 你真的做什么 我又做什么 我说了吗 我说了吗 你要说你是个女巫 我就投别人 你要不说你是个女巫 我这轮肯定投别人 他说了我不说女巫的话 前面也没有人投别人 好啦 我相信这个正在看我们直播的 也有很多问题要问大家 所以我代表他们来一个 挨一个挨一个的问着大家 首先是我们这个 就想拔明一个点我不是女巫 首先是我们这个迟翼 为什么既然要自爆 为什么还要等那么多发言之后再自爆 我准备把焦点都到那边去吧 就是 你是不是想把我当出去 对 他把我当出去了 然后呢 然后呢 自爆师傅跟10号说 说的是1号是恋人 让他把5号给杀了 结果他去杀1号 好了 还有一个 就是你刚刚说到5号 就是方祥瑞 他是我们这一局的警长 也是一个什么身份 给大家看一下 预言家 预言家 然后我一直是睁着眼睛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 我可以给他定个title 就是不走寻常路的预言家 但他的运气非常好 他第一局验的是谁啊 6号 6号就OK了对不对 然后第二局验的谁 我当时要说验1号的 他说他是猎人嘛 然后我说验1号 我当时说的是要验1号 我只吓吓他 然后我验的当时验9号 这就是不走寻常路 结果第三局验你又验的谁 验的10 验的10好吧 他就石头了 好啦 是一个很尽责 而且运气很好的一个警长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展一文 手刀 很难手 然后还被说是鞭尸对吧 对啊 为什么鞭尸我 你给我一查一下算了 这里底牌是平民 我就必须把你打成一张狼牌 而且 你还死咬着不放我 你都手刀我了 你还要鞭尸我 很难受很难受 好了 聊到这儿呢 我们使用我的道具小哥 把这个身份卡先收一下 然后 我领悟这个 实际来得很 对 对 这个也来得很好 不要手刀我了 下一局就不会手刀你了 对对 他们手刀我不算人家说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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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蒋一文 刚刚我们这个7号在发言的时候 8号在发言的时候 他说手刀你的就有567 就唯独每他8号 8号你凭什么去说 我是他哥 我怎么会说 杀手不行吗 怎么可能杀手 我 对 肯定不会杀手了 然后 我觉得我8号 没有 我7号前面一直被大家认为是个 是个那个狼人 但最后以我第一网 不救人的女巫身份 对 落实了我的女巫身份 把事要吐出去了 我真的刚要说 这个林默做女巫 就真的是有一定的自己的规则 就是从来说 随便毒也是从来说 救救于原家 反正我觉得救于原家 也要水流于原家 那洛洛 你这匹狼 当时好 心里好崩溃 心里好崩溃 对 对 对 只能怪你的哥们 对对对 没有我太崩溃 我直接什么都还没说 来来来来来 其实当时 当时我是想验的 验到7号 我好像数错了 数定了 6号 真的是阴差阳破 好了 我们第一轮这个上帝视角的比赛 就暂时告一段落 我也希望大家 跟我们一起收拾心情 进入我们第二局 第三局的平民视角 那么首先把你们的灯都朝亮了 好的 那么有请我们的道具小哥 送上这一局的生存牌 在这一局的比赛过程当中 你可以突破我们的地盘视频 来参与我们的游戏互动 猜猜谁是狼人 那同样的 有三秒钟的时间 你可以确认一下自己的身份 也可以观察一下你的小伙伴 他们有些什么样的动作表现 3 2 1 大家都确认好自己的身份了吗 好 那我们的游戏正式开始 天黑 起闭眼 狼人 请睁眼 请睁眼 你的加 Caroline 同互除舞 狼人 请选择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说一下 狼人 请安顾 小心 狼人 請閉眼 喻言家 請睜眼 喻言家 請電人 喻言家 請閉眼 喻言家 請閉眼 喻言家 請睜眼 喻尿的是 鼻 поп開 使用解藥嗎 使用毒藥嗎 女巫請閉眼 獵人請睜眼 獵人請閉眼 天亮眼 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進入警長競選的環節 要競選警長的請舉手示意告訴我 4號 9號 好 現在我們從9號開始發言 9號這裡是一張預言家牌 昨天查殺了你4號 沒辦法了 讓我留一下我的警惠流 我的警惠流我就先驗一下這張8號牌 好吧 我就留一張警惠流就夠了我覺得 就一會兒到你的時候你一定要跳 因為你是一張被我查殺的牌好吧 過了 好 接下來4號 4號這裡預言家牌 然後昨天晚上給5號金水 我是搞不懂你這個9號 預言家為什麼要摸我這麼遠 然後現在又摸個這麼近的一個8號 你這個狼也當得太不負責任吧 要演也要演得像一點 比如說給我查查 你要驗旁邊的風小狗 或者驗這個方祥瑞也可以 你要驗旁邊的8號 又查查到我這麼遠的地方來 我是搞不懂你是個狼警的 然後警惠流呢 面前是風小狗 然後再驗一個6號何諾諾 就這樣 過 好 好 那麼沒有上警的小夥伴 考慮3秒鐘之後 舉手示意告訴我 你心目中的那個警長是誰 3 2 1 恭喜4號獲得警惠 有情傳遞一下 警惠流說了 旁邊的風小狗 然後和弄狗 好了 接下來的時間呢 我想告訴大家 在昨天晚上呢 我們的6號玩家 受到攻擊 離開遊戲 你也一定要刺燈 要我就帶9號 9號 好 6號 9號 請滅亮女生 首先我們來聽一下 6號的發言 我有發言 我 其實沒什麼好說 但是我只能盲射一下9號 因為大家都公認4號是那個 大家都公認4號是預言家 所以我只能帶走一個9號 所以4號你要帶好隊 對 好的 發言完畢嗎 發言完畢 好 9號 我只能說女巫藏好吧 現在就是已經兩個神走了 然後我跟你4號解釋一下 我為什麼第一天晚上驗的你 因為首先大家總一起玩對吧 然後第二天我肯定要驗一個我旁邊 這樣他能給我歸票對吧 我解釋得清晰嗎 你剛才瞎編的那一套邏輯 我希望一會兒所有的好人能出來 趕緊把這個警惠四號 然後女巫一定要藏好 因為現在場上直接走了兩個神 嗯 那是一個狼警 這場捧得漂亮 過了過了 好 發言完畢 現在我們的警長要來選擇發言的順序 右邊 你的右邊 好 3號 走了一個獵人 不過還好帶走了一匹狼對吧 我在你的邊 5號是精髓 那麼不救人 不會林默又是女巫吧 對吧 不救人的女巫 這個flag是不是 排放立在這裡 那給你點個坑吧 9號是狼 9號流的警惠流有這張8號牌 有這張8號牌 你可以驗一下8號牌 因為狼的警惠流裡面可能會有狼 這個是一個意思 我前面跟你講過的 就是在下面的時候我教你的 當然他流這個警惠流可能是要拉8號的票 意思就是我要驗你 你給我投票 對吧 可能要拉票的嫌疑 但是狼的身邊都會勝場狼 所以8跟10可能會有狼 所以我懷疑的是8號重一點 一個是警惠流 一個是在他9號牌的身邊 所以你可以驗一下8號牌 當然你驗我也行 38順著驗 好吧 如果女巫還在的話 你還可以驗兩天的人 就是今天晚上應該還是平安夜 也就是說你驗我們兩個都可以 那你可以先驗8再驗我3 為什麼呢 因為你驗8號牌 是一張茶沙牌 第二天驗我是一張金水牌 你的警惠是可以飛給我的 後金水警惠是可以留住的 先茶沙 如果你死了 女巫已經不知道在想什麼 如果女巫外置為毒的話 那你這個警惠就只能撕 或者只能給5號 給不到我這 好不好 所以說在我這裡我給你分析的 就是先8後3或者先3後8 你自己考慮 好吧 然後女巫藏好一定要藏好 我就是一個平民 我這一輪站4號的邊 6號帶了一個狼是好事情 好吧 我懷疑的是8號10號 然後這邊1跟2要出狼的 1跟2要出狼的 那7號牌我現在覺得像女巫牌 覺得像而已 因為可能有小夥伴 對 也喜歡他那種不救人的那種打法 反正我是不會的 我盡量都救 我喜歡他那種 對 因為 因為救人的話還比較重要 關於遊戲體驗會差一些 我這裡一張平民 站這個4號牌的邊 過 好 接下來我們的2號 阿豪這裡是一個好人 是一個平民 我感覺狼9號跟1號 因為1號剛剛是他投了9號 結果我去看誰在投票的時候 剛看到他他就放下來了 就是那種隱藏嘛 過 發音完畢 好 1號玩家 我就說一下 我是一個普通的屁民 你們幫我票了 確實沒什麼用是吧 你們要票就票吧 我也不說什麼了 好 過 好 10號玩家 其實1號是狼 就是因為他那時候我也看到了 他那個舉的時候 本來是想舉10的 後來看大家都舉的是4 然後他就這樣 然後他就放下來了 還有我這裡是一張平民牌 然後按分享狗的道理走吧 他說狼人有可能是8和10 但我這是一張好人牌 是平民牌 那另外一張狼肯定是 應該是8 應該是8 發音完畢 好 8號玩家 8號這裡只是一張普通的送命牌 然後剛才我看了一下票型 1號是唯一一個投9號的 然後1號剛才那副說法呢 他怎麼說的呢 他說你們要票就票吧 我覺得這種說法應該算是狼人 就是破罐子破摔這種 就是我覺得已經沒希望了 就你們要票就票吧 就這樣 過 好的 7號 我覺得4號發言很打動我啊 所以呢 雖然我 因為我上級一直都是7票 所以但是剛才聽說 1號在這兒改票 就是投的是9號 1號有點危險啊 所以我覺得 5號是一張 不知道什麼牌 我覺得待會兒看你發言吧 發言完畢 對啊 好 天啊 不知道還有沒有注意 封小狗 他第一個發言 他如果是個好人的話 他直接就把女巫給找出來了 他最後還補了一句 林默肯定是個女巫 對吧 他是一個好人 他是一個好人 為什麼把我們的神給找出來呢 而且他第一個發言的時候 也沒有什麼線索 他就扯了一很大一堆 把很多焦點往旁邊的 這邊的身上給放 而且他在當中還說了幾句 反正厭我也行 但是馬上又帶過了 然後又開始 一直在推脫自己身上的一些 反正在推脫一些東西 一直往這邊 10號 8號 7號這邊推 所以我感覺 封小狗很大的嫌疑 過了 好 最好 到我發言了 我請虧了還是不 我請虧了改一下 因為我的第二天的那個要咽的人 死了6號 那我就先3號7和8 先一個 先7吧 然後8號我暫且認了一個好人 但是我不完全把你打去堂坑 然後今天1號我把你算做一個堂坑位 然後女巫今天晚上如果我死了 救一下我 你就這樣 那個貴肖1號 好 聽完警長的發言 你心目用的那狼人到底是誰 舉手事意告訴我 3 2 1 1號玩家離開遊戲 你別掉了 我有一言嗎 可以 我有說別人投我也就算了 林沫 你都說了 我是你弟 你怼我 戰場無情 好 我真的 戰場無情 我就是一個平民 剩下的好人 好人們加油吧 我不說什麼了 加油 好的 拜拜 那麼我們的遊戲繼續 天黑 請一眼 狼人 請 睜眼 狼人 請 確定你們要攻擊的對象 狼人 請閉眼 預言家 請睜眼 預言家 請彥人 昨晚你彥的人 是 预言家姓闭眼 女巫姓睁眼 昨晚死的是 使用解药吗 使用毒药吗 女巫 请闭眼 天亮 昨天晚上经过一夜 我们的二号三号离开游戏 没有一眼 捏掉你的灯 现在警长请确定一下发言顺序 你的左边还是右边 10号 好 10号开始发言 9号肯定是一匹狼了 你再帮我死了 9号已经出去了 9号死了吗 那现在应该还有狼在这边是有可能是5号 有可能是5号 有可能就是5号 好了 发言完毕 好的 8号玩家 8号玩家发言 你10号玩家 你这个 当警长一说点到你的时候 你就明显紧张了 就有明显的思考的痕迹 然后你现在就是 你就随便扯了一对没用的 然后你说5号是一个狼 那么我问你5号 你说5号是狼的原因是什么呢 你没有讲 然后你又没有讲 然后你就这样指定5号是狼人 那我可不可以觉得你就是一个狼人呢 可以啊 好 过 好 7号玩家 这个场上还有两个神 然后呢 预言加4号 我觉得 女我可能是 这局先票10吧 这局 10号其实有点可以 就这样吧 发言完毕 对 发言完毕 对 对 好的 我们的5号 5号玩家发言 那10号他发言的时候 他说9号肯定是狼狼对吧 然后9号之前又是和4号对挑冤家 然后他说9号是狼狼 那9号肯定不是冤家 那4号肯定是冤家 4号给我发的精水 你竟然说我是狼狼 我就搞不懂你这是太慌了 说错了 还是你心里 心虚了是吧 所以这局应该全票归时过 好 接下来我们在警察 4号玩家军险发言 昨天晚上验了3号 查杀 3号 大 4号 撒呗 3号 他应该是被 他自导没有收益的 所以说他应该是被女巫堵走的 然后10号我已经 觉得他已经拿不起一枪狼牌了 移到这种地步 就是5号已经是我的精水了 你还说他是一匹羊帽 我觉得你已经拿不起一枪狼牌了 第10号 然后反观7、8 旅屋还在成的话 今天晚上救一下我 好吧 旅屋应该还在成的 然后 初期吧 5号 6号 好 听完警长的发言 现在你心目中的那个狼人 到底是谁 告诉我 3秒之后 举手示意 3 2 1 4号玩家离开游戏 请灭掉你的灯 就一样灯 可以 前面10号都这么笃定 他是个狼人的 为什么不把他先投出去呢 请问一下 不是狼人啊 没有 10号都这么明显是个狼人 他都已经说5号 你精水是个茶沙牌了 你4号你就还敢投我7号 这局我觉得应该可以去 可以死了 这局有点难掰了 除非 今天晚上投7号 但7号已经被 又读一锦用完了 这局很难用了 女子7号 等一下 没有对话 没有对话 如10号 不是狼人 好 发言完毕吗 对 发言完毕 我们游戏继续 天黑 请进行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选择你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确定你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请闭眼 预言家 预言家请睁眼 预言家请验人 预言家昨晚你验的是 预言家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昨晚死的是使用解药吗 女巫请闭眼 天亮 天亮 四号玩家昨夜受到攻击 离开游戏 游戏结束 恭喜我们狼人阵营获得胜利 8号是吧 我先不知道我7号用了大篇幅来保我们两个人 好 没错了 接下来我们首先请我们的道具小哥把我们这一局的这个身份卡收一下 然后我相信直播间前的你也有很多问题我会一一的帮你们来问一问 首先是我们今天这个狼3号8号9号对不对 正是很强啊 然后刀法非常的准 第一局你们刀掉的是 猎人吗 猎人6号 运气好运气好 猎人 你井上就爆 本来我让你早点 我让你爆 你别发预言家了 我是这么想到 就是他不死了 是猎人死了之后把我给就是开枪带走的是吧 不然的话我就爆了 所以我想让你当预言家 那6号当时被守刀之后怎么想的 为什么会选择9号呢 因为 因为他信这个预言家 没有不是不是信 因为我其实是就是判断不好四根九的 然后我一开始是想是就打4号 所以就让场上怀疑就是那个真的预言家 他真的已经死就不去相信那个9号 其实后来还是想想保险点打9号 结果就射中一轮 然后我们 我要说一下我的心路力 好 我就不懂了 你突然就怀疑我 我当时整个人就蒙了 其实 我的牌呢 我已经收了 收走了 以后我回答你一下问题 10号 他已经遇到那种地步了 就遇到怀疑我的金水5号了 他已经在我这儿 我拿不起一张狼牌了 然后我这个预言家 然后这里一张我的金水 那你也不一定回我 你应该回他呀 那是一个 我只能在你们七八里面出一个 幸福二选一 出错了那就输了 出对了那就赢了 但是我推比了一下 里面有发言 你7号更像一张狼牌在我这儿 我才把你7号归出去的 他是在跟票 你发现他发言是个跟票的发言吗 他也不是破罐子破摔 好 这儿来个五里头 他都相信他五里头 我也相信他五里头 那你觉得谁是发生这个东西 那一开始还不是能看出来 好了 冷静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 战场无情 三匹狼第二刀 刀的是二号 对吗 你们知道二号的身份是什么吗 女巫 女巫 你女巫玩的也没有我精彩 对 但是女巫毒了一瓶 你知道女巫 当时知道自己死掉的时候 那个表情又不能救自己 然后要读的时候 整个人就是考虑了有 世纪上最漫长的一个黑夜 他想了很久很久 而且他是便票的 对 你可以聊聊你的心路历层那一半 你当时在想什么 我当时在想本来是读7号 结果想了想 等一下 你怎么都要死 等一下 结果我想了3号 有点太不对劲了 一直在跟着预言家走吧 不对吗 难道我不应该跟预言家走吗 不是 主要是他第一次 他就一直在找女巫在哪 对 他还找着那个女巫 女巫 然后就准备 我就想想到很久 对 你这个特别好 这个就特别好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一局的 这个预言家展玉文 刚刚我们这个大表哥说他幸福二选一 你们知道他第一轮验人的时候也是 他是点兵点将 点到的5号 他如果点到3号 其实3号马上就查查 对吗 那5号是啥 5号是精髓 对 你当时怎么想 判断不过来就是这样选 我就 我当预言家的时候 奇怪是什么 我就把两边的先摸清了 我再去摸其他人 然后两边都摸不清了 其他人我幸福无聊 所以说你今天这个幸福二选一 就是胜率很低 太好了 该场我蛮想念这个3号的 因为 因为凤瑶佐他才能白衣了嘛 我想把他拉到我这边来 好了 我们这一局游戏也已经结束了 我们收拾好心情 把你们的灯都亮一亮 所以好 早就亮了 看了这三个字不会痛吗 你骗了我 又骗了我 好像骗了你很多次了 不好意思 你又骗了我 这位也是 我当预言家手艳你 好了 你们再发脾气 人预言家你还杀我 好 等一下 你们是在发脾气 那我们现在来接受惩罚冷静一下 我好热 快吹我一下 吹我一下 好 3 2 1 走起 这个真的好 大家都冷静了吗 都冷静了 我们有请道具小哥 不停手 我们发上我们这一局的生分卡 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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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得好好玩 对 这一七个道具小哥没有跳舞 我不是很开心 再来一遍 对啊 球手刀 再来一遍 好了 三秒钟的时间我们来确认一下自己的身份 8号求手刀 3 看见了 这里狼 求手刀 2 1 自己的手刀 大家都确认好自己的身份 那我们的游戏就正式地开始 注意不要破坏游戏规则 天黑 请睁眼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选择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请确定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闭眼 预言家 请睁眼 预言家 请宴人 预言家 昨晚你宴的事 预言家 请闭眼 女巫 请睁眼 女巫 请睁眼 昨晚死的是 使用解药吗 使用毒药吗 女巫 请闭眼 猎人 请闭眼 猎人 请闭眼 猎人 请闭眼 请手细意告诉我 一号 三号 一三 好的 一号 三号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三号的发言 三号语言家 好吧 就是昨天有惊喜 昨天咽了一张狼人牌出来 好吧 警惠留先留一下吧 自爆 自爆 好 那么 十号自爆 那么我要告诉大家 在第一晚上我们的一号离开游戏 可以 没有遗言 你是不能发动技能 是吗 可以发动技能 没有遗言 你别看我 我不是一号 可以发动技能 是吗 对 算了 不发动了 我怕带错人 好 那我们进入天黑模式 天黑 请闭眼 狼人 请天黑 请闭眼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确定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请确认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请确认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闭眼 寓言家 请睁眼 寓言家 请验人 昨晚你验的人是 狼人 请闭眼 寓言家 请闭眼 女巫 请睁眼 昨天晚上平安夜 由于没有警长 由我确定发言顺序 从一号开始 他出局了 一号死了 那一号请你灭掉你的灯 从二号开始 狼人 谁啊 天黑 请闭眼 狼人 请闭眼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确定你要攻击的对象 请确认你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闭眼 寓言家 请睁眼 寓言家 请睁眼 昨晚你验的人是 寓言家 请闭眼 女巫 请睁眼 今夜 你要使用毒药吗 今夜 你要使用毒药吗 女巫 请闭眼 天亮了 昨天晚上 三号 九号 离开游戏 没有一年 我们游戏结束 平民获胜 天啊 你这张牌太强了吧 这张牌太强了吧 没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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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了了 等一下 我两个欢迎预言家 太专了 我们来清楚 等一下 我们慢慢来捋 我们还有时间 慢慢来捋 首先 今天是预言家 三号 两个欢迎预言家 他验了几次 我验了两次 然后验了几匹狼 验了全部狼 又验了两匹狼 然后一匹自爆的 来讲一下你是怎么想的 就是 就我第一天我想一下验谁 但是我们 但是预言的对吧 小伙伴 他们的游戏体验 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 那我验下大表哥吧 一验呢 哎呀 我摸了一腿的毛 是个狼 对吧 是个狼呢 我就起来吓一下 我说我昨晚有个茶沙 我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狼报 10号就报了 然后我起来 1号死了之后 我知道女巫还有个解药 我就很开心 然后我第二天 就我想着就想验 7号 8号中间一个 然后我看林莫戴面具 她手一直在抖 没有啊 我验下7号牌 然后也是一个狼 然后第三天的时候 已经没人验了 报了一个 两个狼验出来 我就验了一下自己 对 她第三天验着自己 告诉我 然后我告诉她 她是个好人 对 这把运气太好了 运气的 女巫读的也是很敢读 真的很敢读 因为我根本都没报出来 9号是狼 很敢读 好 说到女巫 5号 方祥睿 骄傲的笑一个先 为什么会读到9号 因为 当时看到 附近航他们 都是一个寝室的是吧 那就随便读了个9号 就读对了 不是 我发现那个规律发现没有 我们好人阵营好狼人阵营 要么好人就是风小狗 要么好人就是大表哥 没有没有 他们前一局也有两个狼 你忘了我们前一局两个狼吗 是吗 还有两个瓶瓶啊 对啊 但是我们在表扬女巫的时候 我还要来挑点刺 我们第一轮守刀的是一个猎人1号 你为什么不救 当时 这个弟弟不可爱吗 不是我怕 我怕又是玩刺刀 而且我也不确定他是不是冤家 所以我就没有救他 当时我明明要救的 但是我 对对对对 我已经把你抬起来了 但是我又想了一下就没有救了 算了算了 他已经把你拉回来 然后又告诉我把你放下去 那1号你听了这个故事之后 想说什么吗 太坏了 太坏了 为什么不救我们家 也不想说什么 没什么说 但是我刚刚带人的时候 发现了很奇妙的事情 我刚刚带人的时候 想带的就是一个是8号 一个是9号 中了一个 后来我又想 为什么又要带我 因为你长得太像一个狼了 林家浩说 早知道我就翻牌 把5号带走了 不救我 然后这一局我们 9号 7号 10号是三皮狼 对不对 7号 自爆的时候想了些什么 为什么 这局 我觉得 就是我抱的一瞬间 我说大表哥我交给你了 我们 你可以在旁边睡觉 然后我这自爆 自爆做我看他 第9号 他问我们这边一看 我另外就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他也来 我以为他要比8 他来了一个 请我一看 没法玩了知道吗 我们这一来 这个女巫真的 太强了这个女巫 其实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是什么 但是为什么一来就爆 对 刮刮刮的 不是 没有啊 听我说 我们爆了之后呢 愿家就没有用了 对 我就爆不出愿人 我们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只要他那一轮没读我 我觉得我们是没什么问题的 而且没让冤家说出话 没有 很关键 那个我们平民阵营和神明阵营 获胜了对不对 大家来选一下 这一局功劳最大的是谁 5号 5号是不是 5号 那5号你现在有个特权 你可以321来惩罚一下这三批了 这算什么特权 你可以让他选得长一点 可以多喷两次吗 就是我最后一的时候 我拖长一点 然后他就一直喷 一直喷 好 321 等一下8号那边是什么情况 别别别 什么 好了 欢乐的这个惩罚 我们结束了之后 这个名字要是3号 我们要进行一个颁奖环节了 我来颁奖 好短啊 你要颁奖吗 对 我要给他颁奖 给一个理由 除了没有给别人颁过奖 是吗 他没有颁奖 我也没给你颁过奖 好 刚好是两个人 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游戏王也是两个人 然后我们关怀一下那个没有得过的儿童 很难受 很难受 好 来 我告诉大家 本期我们游戏王的获得者是 来点儿音乐 对对对对 3号 3号 以及8号 输完赛去拿 是不是 来 来 来 踩中间 输了 输了 来 踩中间 怎么那么慌 天呐 金人天不破 好到现在终于有了 我感觉没骗你吧 来 四个 来 四个 小狗哥四个 小狗哥四个 往前站 往前站 这是你的主场 你今天 好了 来 小狗哥四个 来 不行 不行 狗哥四个 这个要有获奖感言 对 来 来 虽然我们已经是第四次听 小狗哥的获奖感言了 但是大家还是听一下 有什么想说的 我的获奖感言就是恭喜孙一航 谢谢 那初次获奖的孙一航 有什么想说的呢 就是一直之前嘛 就是狗哥说要带我 就是营益期这个游戏王 所以感觉狗哥 真给你 还可以 好啦 然后有第一次得奖的 又有第一次颁奖的 然后我们这个本期的这个狼人 狼人TripleQ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拜拜 好 那么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八点狼人TripleQ 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给力吧 现在他们在后台中一棒 带你拿 对对对 我参加了 我参加了 我的爸现在没有 我预言加的设计力太大 我参加了 我预言加我连夜日就被包下 今天帮小伙人家那好厉害啊 不是啊 我当时 中文字幕——YK